国际焦点到底乌克兰俄罗斯的这场战争 什么时候可以落幕呢 好 更多的新闻重点 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新闻主播真容 好 取消现场我们持续带您关心 二五角斩 现在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就指控了 他在美东时间28号 向美国国会议员请求更多的援助 他指控什么呢 他就控诉俄罗斯以弹道飞弹攻击乌克兰 同时还使用了日内瓦公约明文禁止的炸弹支付 这个就是俗称的真空弹的攻击 但他也再次强调说乌克兰是不会投降的 他们在我们用架架架架架架 他们用了架架架架架 这其实是在俄罗斯的议会 所以俄罗斯的诱惑力是很大 但我们乌克兰人们会抗议 我们在抗议我们家 俄罗斯还在入侵的行动当中 使用的这个真空弹 也就是俗称的炸弹支付 它是一种高温燃烧弹 会立刻抽空空气当中的氧气 引爆高温的爆炸 产生的爆炸波比传统的炸弹还要持久 甚至说可以将人体气化 但现在面对俄罗斯的强大武器 乌克兰也是没在怕的 乌国的国防部就呼吁民众 用自制武器来保卫家园 现在他们更在脸书上发布图文 说明教大家如何自制汽油弹 并且面对俄军的军车的时候 该瞄准说哪个位置是比较弱势的 朝那个位置去丢职汽油弹是最有效 那现在呢 透过乌克兰国防部的图解 民众也都来自制汽油弹 而且呢 这个以及对于俄罗斯的一些装甲车 跟坦克车的弱点也比较有了解 那乌克兰各地民众呢 则是大量的搜集这些瓶瓶罐罐 全民一起参与抵抗俄军的行动 更有酒厂就直接宣布了 停止酿酒 全面改生产汽油弹要提供给民众来使用 而现在呢 俄乌战士到今天已经第五天了 外传说普丁有开出停战的条件 这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俄乌呢 昨天谈判是没有什么太大实质的结果 那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他也在谈判结束之前 跟法国总统马克宏来通电话 也开出了停战条件 克里姆林公呢 对于停战条件也做出了 比较详细的一些列出来这样子 那他说呢 这个普丁提出的条件 包括了无条件对于俄罗斯的 正当安全利益纳入考量 包括承认 克里姆阿半岛就是属于俄罗斯的 另外呢 乌克兰也要去军事化跟去纳粹化 也要乌克兰保证是可以维持中立的 而现在全球各地许多的民众 都发起一些声援活动 要来声援乌克兰 就连好莱坞明星也表态了 这是第28届的美国演员工会讲 热闹落幕 而出席的这些好莱坞明星们 他们也在得奖的时候不忘提起俄乌战争 尤其是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过去他曾经是一位喜剧演员 也让得奖的演员们非常的有感触 在致辞的同时也跟泽伦斯基来致敬 同时也替俄罗斯的演艺人员们来发声 Heidi国家出席的优优 而其實同時間在世界各地有超過20個國家 都有大批的民眾發起示威遊行 來聲援烏克蘭人並且譴責普丁 許多民眾都呼籲趕快停止戰爭 希望透過示威遊行 讓烏克蘭知道他們並不是孤軍奮戰 全世界都有人在想挺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